三 二 七 苏花改冷水稅道內 消防水柱齊噴 在行政院長蘇貞昌面前 展示目前的工程進度 而院長也期待 能夠在維持施工安全品質狀況下 在明年1月正式通車 苏花改工程非常艱鉅 今天我到現場來給第一線 工作人員加油打氣 也鼓勵能夠儘快如指的完工 工程能早一天完工 在沒有公安的顧慮下 能夠早一天讓人民享用 一定是人民最大的後益 交通部長林佳榮提到 苏花改工程 進行許多原民重要傳統領域 雖然事前過通期間曾有摩擦 但後續施工方式 也尊重在地文化特性 以不爆破為原則 將兼顧生態文化及安全等三大面向 他兼顧生態文化還有安全 三十八公里裡面 二十四公里都是在隧道裡面 提早完工 但是一定要如指的來完成 目前出花改人水隧道是出花改八座隧道當中 最後一個貫通的隧道 也將是唯一開放機車通行的單孔雙向隧道 而在去年十一月十三號貫通之後 工程進度也不但超前 但是否能夠在明年一月五號正式通車 民眾引頸期盼 原始新聞 加入比特華林秀林採訪報導 Use我最豐六號的記者